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常相思有位演员竟与杨子合作四次加油女儿就开始合作了 常相思的热播不断推动剧情的深入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关注 在观众们沉浸在剧情的同时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其中一位演员竟然与杨子有着深厚的合作渊源 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演员与杨子的合作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油儿女时期 他们共同经历了成长的岁月 这位演员可以说是见证了杨子的演艺之路 从稚嫩的童星到如今的当红小花旦 他们的合作历程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美好回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位与杨子有着深厚合作关系的演员呢 《长相思》自开播以来 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热度持续高涨 目前 该剧的热度值已达到惊人的32,000 创下了腾讯视频2023年剧集的新高 彰显了其强大的吸引力 杨子所饰演的小妖一角 更是成为了观众们的焦点 其角色剧集指数高居榜首 市场占有率超过30% 充分证明了常相思的热播程度 面对这样的盛况 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该剧能够持续更新 不希望看到断更的情况出现 最新的剧情里 小妖步入了新的生活篇章 离开了她长期期深的清水镇 清水镇 这个她为了生存而选择的隐居之的 见证了她与老木 马子 串子 田等人的深厚情谊 虽然那里的日子简单重复 平静到似乎缺乏波澜 但这种乏味却带着安宁 无趣中透露着幸福 她们如同一家人般相互依靠 如果可以选择 小妖恐怕会愿意在那里度过余生 陈创这位资深演员 在亮相为老木这一角色时 立刻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回响 许多人都觉得她的面孔十分熟悉 因为她早已在众多影视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特别是对于80后和90后这两代观众来说 陈创更是难以忘怀 她在经典剧集宝莲灯中饰演了《笑天犬》这一角色 精湛的演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 她还有多部备受赞誉的代表作品 如《福贵》和《魔幻手机》等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许多观众对陈创的作品如属家珍 但显有人知的是 她竟然已经与杨子有过四次合作 这一事实无疑为她们的合作增添了更多的默契和火花 在《家有儿女》电视剧的第一、第三和第四部中 陈创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分别为第一部的马拉拉、第三部的小李以及第四部的六舅 其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陈创在剧中唱歌 小雪形象地吐槽她的歌声像狼叫 而刘兴则在一旁微妙微笑地模仿 在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 陈创诠释了一个名为钱伟德的角色 而杨子则扮演了宋征这一角色 在这部剧中 观众可以看到宋征以一种令人心疼的方式向前伟德恳求 希望能得到她的庇护和收留 在电视剧《青云志》中 杨子扮演的角色是陆雪奇 而陈创则诠释了野狗道人的形象 在这部作品中 杨子与陈创之间有多场精彩分成的对手戏 在电视剧《长相思》中 陈创所扮演的角色是老木 而杨子则饰演小妖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 老木经常安排小妖负责洗碗这样的家务 但在关键时刻 她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为小妖提供庇护和考虑周全的照顾 对于小妖来说 老木不仅仅是一个家人 更是她内心深处最为珍惜的存在 杨子因家有儿女 而广受观众熟知 而青云志则是在她演绎生涯的低谷期 向她伸出援手的唯一一部剧集 在《长相思》中 她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担任了女主角 这几部剧共同见证了杨子 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轨迹 《长相思》自开播以来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在剧情的推进中 杨子所饰演的小妖成为了焦点人物 尤其是在多场感人至深的哭戏中 她的表现更是令人瞩目 当小妖眼中禽着泪水 却坚强地表示不疼时 观众无不被她的坚韧所打动 当她与父亲和表哥重逢 泪如雨下却仍然选择 以王姬的身份继续前行 这样的情感表达 更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杨子的哭戏仿佛直击人心 令人感同身受 根据当前的剧情走向 小妖似乎即将重获她女性的身份 枪旋在回想过去对小妖 所造成的种种痛苦和伤害时 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 当观众看到这一幕时 他们纷纷在网络上留言调侃枪旋 枪旋,你平时不是很喜欢笑吗? 现在要不要我给你准备点瓜子 让你边嗑瓜子边反思呢? 在枪旋与小妖的交往中 枪旋对小妖的好感日益加深 以至于她不但主动为她喂食 还亲手为她烤虾 力图通过这些行动来弥补过去的过失 然而,在看过接下来的预告后 网友们却纷纷表示希望小妖能够尽快离开枪旋 随后,剧中扮演男四号的角色赤水 风龙即将亮相 枪旋巧妙地利用图山井对小妖的深情后裔 与赤水风龙建立了联系 甚至不惜将小妖许配给她 幸运的是,防风被及时出现 带走了小妖,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婚姻 我们明显察觉到,枪旋对小妖抱有好感 然而在面对小妖与权力的抉择时 枪旋会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权力 与此相反,小妖一直怀念过去的情谊 她渴望能够助表哥一臂之力 让她实现自己的愿望 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 观众们注意到中国通史的制作团队 突然发布了一则消息 明确赞扬了杨子的出色演技 他们毫不吝啬地表示 在同期演员中 杨子的演技独树一致 无人能与之匹敌 这一高度评价无疑是对杨子精湛演技的认可 能得到业内人士的如此赞赏 杨子的表现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